Hello 大家好 我是Uki 这次我们来谈谈怎么写小论文 怎么会想要讲这个题目呢 不是都在教生物吗 怎么会会想要讲小论文呢 因为最近有学生来找我说 他们想要写小论文 然后问我怎么写 那刚好也有 这是高中部的学生 就是我以前教的同学 他们现在已经升上高中了 那他们想要写小论文 那也有国中部同学 他们想要挑战自己 然后想要写一篇读书心得 那刚好其实都可以一起讲 当然读书心得讲 写起来比较简单啦 就是比起小论文来讲 他可能结构没有那么严谨 然后字数没有那么多 但是其实重点都差不多的 那小论文的话 以高中部的小论文比赛的话 他所要求的大概就是 4页的A4到10页的A4 大概就是4千字到1万字左右 那听起来是蛮多的 那其实好像有点写不出来 而且说实话 我以前第一次写超过2千字的报告 是在大一才写的 那高中要写这样子 4千字到1万字 听起来好像蛮难的 但其实你只要抓到几个重点 依序把它解决掉 依照这些重点 一个一个把它完成完成完成 要写出这样子的文章 其实是很容易的 那读书心得或者一些简单的报告呢 可能不用写那么多字 那其实4千字也还好啦 说真的 我是跟国中部的同学说 可以写个至少1千字到 然后试看看能不能挑战到5千字这样子啦 那其实反正我们要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 小论文还要再更严谨一点 那其实这个一般的报告做法是差不多 好那我们会依照寻找主题 还有收集资料 还有撰写文章 以及文章排版 这4个重点来讲 好那这次我们就先讲寻找主题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主题 有了一个好的主题之后 你才有办法还是写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主题你要找的刚刚好 不能够太空泛 那也不能够太小 你如果找很空泛的话 你东写也可以 西写也可以 然后你就可能发现 呃 搞不好10万字都写不完 好 所以这个题目你定的太大的话 10万字都没办法解决啊 那你如果定的太小 搞不好写个两三百次 你就写 你就觉得没东西可以写了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当然就是三不五十 但是写一写发现太大了 我们就要再缩小一点 或者太小了 要再扩张一点 这随时要调整 一开始当然没办法 好 那再来有些主题你很难找资料 哇 那这对你而言就比较辛苦一点 那如果 比较好找资料的 当然相对来讲就比较好写 所以寻找主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的主题太过冷屁 难找资料的时候 你自己也 你自己就写不出来啊 所以这个就要稍微斟酌一下 就算你对那个主题很有兴趣 恐怕也要斟酌一下 好所以找一个好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次就专门来讲寻找主题 那寻找主题呢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你要先定一个大方向 比方说来找我的四位同学 那他们当然都是写生物相关的报告嘛 对不对 因为我不可能指导他写历史 或者写地理的报告 我只能指导他写生物的报告 所以他们定的方向就是生物 OK 可是生物还是很大 哎 生物世界这么广大 你怎么写 你的报告 目标就是写生物 那要写什么呢 要再稍微再确定一点 好 那动物植物 很多可以写 那假设好了 假设你想要写 嗯你觉得我们的森林砍伐 好像是一个问题 我想要找一下森林砍伐 我想要写一下森林砍伐 方面的那个报告 那该怎么办呢 好 第一个 既然你对森林砍伐有点概念 好你想要写这个主题 那但是还是很空泛 圣经砍伐到底要写些什么 还是很空泛 我们第一件事情 当然要参考边写些什么 所以我们要上网去找资料 或者到图书馆找资料 OK 现在最容易的就是先到搜寻引擎 里面去用关键字搜寻 好 除了搜寻引擎之外 你还可以到图书馆去阅读一些期刊杂志 比方说以科学这一方面 以生物这一方面 你到图书馆去可以找科学人这个杂志 那它里面的文章就比较像 都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它的可信度也比较高 那我们可信度我们之后还稍微再讲 好 那就比较专业一点 那比起你在网路上看到一些很 可能有些是五四三 然后可能胡扯乱扯的文章来讲 哎 期刊杂志它的品质有些是会好一点的 当然我们讲的是以科学来讲 那如果是一些 呃 史蒂啊 那也许网路上的品质也很好 也说不定我不太熟 我不敢 我不敢说 你可以考虑就是 除了上网之外 也可以到图书馆去翻资料 OK 那找到资料之后 好 我们讲说 哎 森林砍伐 森林砍伐 那其实森林砍伐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那我们可能要找更细一点 要不然你写不完 好 这个题目太大你写不完 所以我们要稍微把搜寻出来的 或者从那个期刊杂志上面看到的一些文章 稍微阅读一下 阅读一下它的标题 阅读一下它的前沿 然后 这个不适合 这个不适合 然后稍微缩小范围 然后 比方说 把它缩小范围之后 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比较适当的主题 好 比方说 我们先用Google 来搜寻一下 试看看 好不好 好 我们搜寻 森林砍伐 好 好 已经出来了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知道 生物科都有讲过 然后降低生物多样性 也知道 OK 然后侵犯人权 跟这个有关 跟这个有关 那 这可能就是你可以讨论的一个题目 也许你对这有兴趣 但也许你说 老师 我是要来写生物报告的 我不是要来写公民报告的 所以 我跳过这个题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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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降雨减少 哇 森林砍伐会减少降雨 喔 为什么 为什么 好 那 真的吗 哎呦 底下有讲到 那个亚马逊森林砍伐 与全球干旱 诶 它好像真的会影响到气候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好像就是 我们可以再 上 我们看到 一开始 我们只知道森林砍伐 我想写这个题目 可是到底森林砍伐要写些什么呢 诶 这样子一找之后 哎呦 它竟然跟气候有关 跟降雨有关 诶 好像可以再 往这个地方再稍微说一下题目 对不对 好 所以 依照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来 我们发现了 以森林砍伐来讲的话 可以看到 森林砍伐 对气候的影响 还有呢 我们如果再翻译 我们再看一下 哎呀 森林砍伐 可能也会对一些物种的影响 对不对 对生物的物种 还有 可能造成人类没水喝 这些 好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一开始 只是讲到森林砍伐 没什么概念 可是当我们开始搜寻之后 哎呦 它对气候有影响 它对物种生存有影响 哇 它还有人权的问题 各式各样的问题 好 降雨 降雨其实就是气候 OK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 好像有好多小个题目可以写 那 该想要写哪一个呢 如果你想要写物种生存 那你可以找更多相关的资料 好 那如果想要写气候 森林砍伐对气候的影响 OK 那 森林砍伐对气候的影响 嗯 应该写个几千字结束 应该是OK的 好 那我们假设 我们就定在这边好了 假设我们就把它定在这里好了 我们预计要写这个题目 好 OK 那 那 这样子 我们就从一个大方向 生物 进到了 那个植物 进到了森林砍伐 然后再进到森林砍伐 对气候的影响 欸 有没有 越来越精确了 有没有 从 嗯 还不知道写什么 目前为止 我们越来越精确 那这个都是 必须要你自己去做 资料的整理 搜寻的过程当中 看一看你对哪些有兴趣 然后慢慢找到你的 比较精确的一个题目 好 那 假设我们现在想要定森林砍伐 对气候的影响 好 那 我们就开始要来想一想 这个主题要写些什么东西咯 第一个 你可能要先知道 它是怎么造成的 好 我们要先看一下 5WEH 来分析一下 森林砍伐造成气候的影响 好 好 那我们要先知道 5W What 什么叫做森林砍伐 对气候造成影响 你要稍微介绍一下 对不对 你要先 你还没开始写 至少你要先自己先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知道 What 森林砍伐到底造成哪些森林 造成哪些气候的影响 好 好 知道 它到底造成哪些影响了 好 OK 再来 Why 为什么会造成影响 到底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好 然后呢 再来 Who 谁 去造成这样子的影响 好 再来 When 什么时候造成的 Where 哪些地方有这个状况 OK 好 所以 5W What Where Who 然后 When 以及 Why 为什么 好 再来 知道了这五个之后 我们还知道 How 它是如何去影响 好 森林砍伐 怎么去影响到气候的 OK 好 所以用这个 我们先知道 我们找资料的时候 我们要先知道这个东西 好 再来 我们要决定 森林砍伐 对气候的影响 这个主题 我们是讲 只想要 我们想要写什么样的文章出来 是想要写叙述性的吗 我告诉大家 现在啊 森林砍伐很严重啊 造成了气候影响啊 大家要知道啊 OK 好 描述性的吗 好像在写新闻一样 新闻就是一个描述性的嘛 对不对 好 或者 你想要再进一步 我想要比较一下它的差别 比方说这块地 哎呀 以前的记录 比方说我们找记录 它以前曾经 有森林 可是现在没有了 那 以前跟现在的环境有什么差别 气候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比较它的差别 好 所以这个就比单纯的叙述多了一点点 因为我们还比较了它的差别了 或者 这块地有森林 另外一个地区没有 那其他条件都很类似 但就只有差别在有森林跟没森林 然后这两边产生了什么样的差别 哎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然后把它整理一下 告诉大家 哦 我发现有这个状况 好 这是差异性的 那再来更进一步 我们就希望能够进行预测 第一步是描述嘛 如果你的文章想要好好的描述 这也是OK的 那你想要比较差异也可以 到第三步骤 我们想要进行预测 就是假设这个地方 如果把森林给砍掉 它可能会对气候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会说它可能会产生干旱 可能会沙漠化 这个都是我们的预测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我们就知道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发生 但是甚至你可能还可能要做个实验 但是以国中的报告 比较不会写到这部分 高中的话森林对气候的影响 这个大概也很难做实验 那但是如果是其他主题 你如果是做的是其他主题 如果比方说是做分子生物的 或者做细胞的一些小论文 那也许就可以做实验 就可以进行预测 我们学科学最重要的就是进行预测 我们希望知道 如果做这件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那这是学科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在大学研究所 你写论文都是要进行预测的 那但是以国中高中来讲 关联性进行预测这部分 可能可以不用 也许你们就做到这里就可以了 做到叙述性跟差异性这边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是寻找主题 先定一个大方向 慢慢缩小范围 一面找资料 一面缩小你的范围 不能够说得太小 说得太小 几百字就写完了 哇 凑不到四千字 好 那个小论文要求至少四千字 好 凑不到四千字 那不行 所以你可能这时候 要再稍微放大一点点 如果你题目太大 比方说你一开始就有森林砍法 这么大题目 几万字都写不完 那你就要缩小缩小缩小 所以你就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调整 好 那先找到一个好的题目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如果你找到一个不好的题目 也许 也许 你克服了这重重困难之后 诶 可以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 但是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可能根本克服不了 所以 呃 第一次做 第一次写报告 第一次写小论文 先找一个比较好写的题目就好 OK 好 那这是寻找主题 那 呃 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那希望你能够先上网 找一下资料 先定一下主题 然后呢 我们下次再来讲 如何藉由你这个主题 开始去找资料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你说的寻找主题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